郭先生有可能是 可能从一侧这样的一个崩泉去打出去 庞老师 这有个问 能不能展示一下 郭云生前辈的半步崩泉 我们不敢说展示 我们就是猜测 因为前辈的水平太高了 我们压根都比不了 我们只能猜测 它大概是个什么方向 但是一定不是我们现在打崩泉的这个方向 咱现在练崩泉是什么 我学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我冲他打崩泉 挂 走 你就被他拨开了 对方还击 咱现在吃了崩泉 你随便找个人 就不用这种 你就这种手放这里 你打个崩泉 让人不用握着 就手轻轻扶着 你往前发礼 对方横拨 能行吗 你肯定被对方改变线路 对方一挤我 一挤我就没重心了 我就一拳打过来了 这是第一 第二人下压 就扶着你 咱就别说 就说搭手的情况下 来下压 你是不是也挨揍 咱们现在这个崩泉 那叫崩泉吗 第一没有崩泉的身法 第二没有崩泉的形 就是人家郭云深先生的崩泉 首先他是 你像 还是横拨 横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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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他横拨 他是不会让人拨动的 他依然是往重心上去的 第二对方下压 下压 下压 我依然是挑开对方 继续往里打的 他不会被别人改变方向的 咱们这叫狮子劲 对 你如果你一个装 被人一压就压下去了 一拳打脸上来 你这叫装嘛 对吧 你装和你的崩泉有什么关系 咱们现在练的这个崩泉 大部分我觉得都是伸手脱节 对 直动拳头 直动拳头 对对方直动拳头 这不就哗开光一拳就打进去了吗 第二呢 郭云深先生的崩泉 我们猜测啊 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崩泉 他有的时候是步伐的角度 你们以为是这个 你们以为是这个 A拳就给你堵过来 郭先生有可能是 可能从一侧这样的一个崩泉去打出去 对 你们以为的崩泉是这样 直挺挺的过去 人家迂回旋转 他叫蛇性崩泉 他是有很多方式的 他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 是吧 一照亮 这个角度进去 或者他真的硬开门的话 拉下去 这是前后的崩 是吧 有的时候左右的崩 手拿起来 在这个角度的崩 是吧 他就很多变化 郭先生他有的时候 他是这种崩 是吧 在这里崩 他不是像大家以为的 就是 你猛的冲上去就完事了 包括咱们说推手这种状态下 推手这种状态下 你这怎么打崩泉 咱们现在人一搭上手 你朝人打崩泉 第一人顶住 你打不动 第二你打崩泉 人一拉 你就被人打中了 咱们这种就叫直劲 直劲是内加拳最没用的劲 对 很轻易的就被对方改变方向 咱们真正的练的是啥 是身体的 它叫崩泉属木 木是曲折缠绕 它会 你像树 它是不是很多枝呀 对方横拨我 他怎么拨我 我就已经把它挂过来了 是吧 我往前递 对方改变方向 改变再改 再改 那我也改变呀 这是不是缠着又进来了 人家郭云生先生的崩泉 是身体曲折缠绕的 它是像是蟒蛇一样的 蛇型崩泉 我拍过这个视频 所以咱现在 这个东西我老是觉得 邪门叫大功夫迎人 对大功夫迎人 他身上是有变化的 但咱们现在就剩下这一个 对 对吧 他全在这放着 你就不敢往前进崩泉 你怎么进崩泉 人家一拳怼你脸上 你身法 曲折缠绕这些东西呢 开手这些东西呢 我们有很多的正式课程 大家可以加屏幕下方微信 咨询获取免费体验课